近期,由热门国产漫画《五更记》改编的电视剧《烈焰热播》 观众热情高涨,该剧总投资超过3亿 特效惊艳,人物形象忠于原著 和润东权势的新王形象深入人心,王者风范十足 任嘉伦主演的《五更》更是备受好评 演技精湛,网友纷纷点赞,称其表现近乎完美 该剧不仅吸引了原著粉丝 也让更多观众领略了国曼改编的魅力 艺人嘉伦 2014年,任嘉伦决定转行投身演艺事业 电视剧《通天敌人节》成为他展露头角的起点 随着大唐荣耀的热播 他与景田所饰演的沈珍珠之间的深情后裔 让众多观众为之动容,也因此收获了众多CP粉丝 任嘉伦在2019年凭借锦衣之下再度走红 不仅在影视领域大放异彩 还参加了新武林大会并荣获季军 同年他发行了个人首支单曲《Dreamers Never Sleep》 为音乐之路奠定基础 2021年任嘉伦事业更上一层楼 主演多部热门影视作品 如《乌鸦小姐与蜥蜴先生》等 同时他在音乐领域也取得显著进步 发行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32例》 面对《非文风波》 任嘉伦坦然面对 勇敢公开与聂欢的恋情 两人最终步入婚姻殿堂 不久后 他们更是迎来了爱情的结晶 二行飞 行飞1994年出生 五岁踏入体操领域 六岁便涉足杂技表演 凭借天赋和努力女获殊荣 15岁时 他成功参演了电影《杂技小精灵》 演技备受好评 在综艺节目《一年级大学季》中 他的出色表现更是赢得了导演们的青睐 此后 行飞在填宠网剧领域大放异彩 先后主演了《校园篮球风云》 《爱笑众梦师》 《浪漫星星》 和《至我们暖暖的小时光》等多部作品 行飞以他独特的亲和力 在小成本网络剧中绽放光彩 即使演艺成熟角色 也毫无违和感 让人沉醉其中 三 蒋星 蒋星自八岁起涉足演艺圈 出演《坠子皇后女主角童年一角》 为日后演艺事业奠定基础 她曾历经龙套岁月 和大脚马皇后的丫鬟和天龙八部的荧幕初吻 但始终坚韧不拔 终于《甄嬛传》中的《华飞一角》 让她展露头角 尽管背负恶毒女人标签 她仍不断挑战自我 展现多面才华 《花千古》中的精彩演绎 让她事业再攀高峰 而在《欢乐颂》中饰演的樊胜美 更是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与认可 蒋星与叶祖心圆进 却成娱乐圈楷模 分手之际 二人未有任何负面互私 亦无恶言相向 反而展现了成熟与尊重 赐何润东 何润东在13岁那年 就踏上了前往加拿大的求学之旅 年仅15岁的她 开始边学习边自食其力 1994年何润东的才华 被一味星探发掘 她客串了电影《梁柱》 从而误打误撞地踏入了演艺圈 从此她不仅投身于表演艺术 还开始探索音乐的魅力 2001年她凭借一首《没有我你怎么办》 红遍海峡两岸 2005年何润东凭借在 《勤王李世民》中的精彩表现 荣获跨界飞跃艺人的称号 何润东涉足各类电视剧的拍摄 塑造了许多让人难以忘怀的角色形象